为什么国际上很多领导人访问都要带伴侣? 国际上领导人出访携夫人同行 通常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外交礼仪和代表形象 国家领导人的夫人作为他们的配偶 具有象征性的地位 携夫人同行 可以展示国家领导人的家庭团结和稳定形象 以及对配偶的支持和关心 这有助于加强国家领导人的形象 增加国际社会对其的认可和尊重 二、社交和文化交流 夫人作为国家领导人的伴侣 通常会参与一些社交和文化活动 他们可以与外国领导人的配偶进行互动 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这种交流有助于加强两国关系 促进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合作 三、经济和商业合作 国家领导人的夫人在出访期间 通常会参与一些与经济和商业有关的活动 如商务论坛、企业会议等 夫人的出席可以增加对活动的关注度 吸引更多的商界人士参与 并促进双方的商业合作和投资 四、软实力宣传 国家领导人的夫人 通常在社会和公众中 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他们的参与可以吸引更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增加对出访活动的曝光度 这有助于传播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政策主张 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和国际形象 需要注意的是 是否携夫人同行 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情况下 可能会有所不同 有些国家领导人 可能没有夫人或夫人选择不随行 这取决于各国的外交传统 领导人的个人情况和政策考虑等因素 另外 带夫人来 还隐含展示了两国间的信任和亲密关系 人家领导人一家子都敢来 给观者的印象肯定是关系很好 感谢观看